87版红楼梦贾元春的美照 第三章天香果色 最后一章格外温馨贾元春 是贾府四春之首 红楼梦四大谜团 元春就占了两个 判词判曲全都是谜 假元春省亲是红楼梦中的一个故事情节 也成为贾府衰败的分水岭 回首元春省亲家临大观园 大观园里灯火通明 五彩缤纷 花繁锦簇 这美好的太平景观 如同暴如的绽放一样 转瞬即逝 元春默默叹息 劝告 以后不可太奢 此皆过分之极 再来看看元春的正装 一身名贵金黄 雍容华贵 也是身份的一种象征 贾元春从一个养尊储留的喉门庆花 步入那步步惊心的宫廷 他一步步踏进自己美好人生的末路 现在来一组八十七版红楼梦 贾元春的美照 一起见正这位天香果色 恍若神非的仙子 贾元春是金陵十二差之一 从判词可以得知元春的结局走向 第五回 贾宝宇在景观那里 看到金陵十二差正开判词 二十年来便是非 刘花开出赵公伍 三春争及初春景 古四乡逢大梦归 贾元春将自己一生的废剧 酿成这么一句话 田舍之家 虽极言不薄 终能续天伦之乐 金虽富贵以及苦肉各方 然中无意去 此刻的显亲 他就更是不由自主地 向贾政垂类吐出 元春在宫里的地位 关系到贾家的荣辱 责任重大 元春身居后宫 无法与亲友相见 更不能向家人倾诉哀愁 最后便郁郁而终 而贾家的好日子自然也到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